很久没有在香港开枪唱歌的邓丽欣 12月19号晚上跟前辈许志安出起音乐会 邓丽欣又重新演绎她那首《快智人口》 但是唱十次就走十次音的顺举电灯弹 结果发现这一次邓丽欣的表现 依然走钢丝般让人相当担心 但总体上的发挥也算是比之前有进步 一个我未期待 她又恨不惯 要走你一生等千万 无声音乐无故意 都额天都放 他也希望 愿着是一体恶不断 先让人埋传上最坏的信仰 我希望你替你用我一生 我一生 狗狗狗 对 这两年除了有练习之外 我觉得最重要是信心吧 我觉得以前很多时候可能会比较紧张 会有很多压力 所以就会不好 所以现在我觉得回来之后 我觉得毕竟就是过了几年自己的练习 然后建立了一些信心 所以现在唱的会议 大家可能会觉得我有进步 我非常开心 另外邓丽欣日前在微博上载一束上百只的红色玫瑰花照片 立即引起揣测是否男友方立生成功求婚 但很快的邓丽欣就发图澄清 那只不过是拍戏用的道具 即使邓丽欣的心目中 是否也很想方立生可以有这种心思呢 不是 这个我已经说过了 就是我发完之后我都后悔了 因为我觉得我发这种东西很容易会让人去误会 因为这天是拍戏来的 就是拍一场看似很浪漫的戏 有玫瑰花 而且也有一个很浪漫的野餐 然后是拍戏 我忘了在那个微博上面说是拍戏 所以很多人都误会了 YES娱乐新闻中心 香港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